记者吴梦伦台北报道,女星英彩儿与陈小春结婚八年,两人育有一子Jasper,一家三口相当和乐。 近期夫妻俩参加节目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,英彩儿透露陈小春第一次看到他爸爸时叫了声叔叔,结果竟遭爸爸回腔。 英彩儿与陈小春相差18岁,英彩儿笑说两人的恋情非常疯狂,表示当初与陈小春交往时对方第一次到他家,陈小春看到英爸下意识叫了oncle,结果英爸立刻阻止了他,冷冷地说别叫我叔叔,我只比你大六岁。 之后英爸还跟女儿说以后男朋友若不是很认真就别介绍给他认识,否则他才刚跟人家属就分手,弄得他觉得很尴尬。 英彩儿也透露爸爸本来对他与陈小春的恋情持保留态度,但到了他们要结婚前,英爸竟然握住陈小春的手说保重,言下之意就是英彩儿很难搞。 父女俩可爱的个性让网友笑说果然只有英是妇女敢枪山鸡鸽,别人嫁女儿是舍不得,英爸是担心女婿安危。 陈小春,左,与英彩儿感情温爱。 翻射字英彩儿微薄,陈小春初次见岳父就被枪。 翻射字秒拍,英彩儿婚前爸爸只对陈小春说了保重。 翻射字秒拍。